在清朝历史上,道光帝的许多妃嫔,都有被降位的经历,但是,像说莫洛是这样的,从贵妃为被连降三级,贬为贵人的,还是独一份道光十一年,十五岁的同贵人进宫,第二年,就被进封为同嫔,而且,专门为同嫔布置了一个新的寝宫,贤佛宫,可以看出,道光帝对他的喜爱, 此后不论道光帝祭祖还是叶灵,随嫁的妃嫔中,总能看到书木陆氏的身影,道光十六年,入宫仅五年,没有在玉子寺的书木陆氏,已经被进封为同贵妃,这位比道光帝小三十五岁的书木陆氏,被道光帝宠上了天,不仅如此,他的父兄也都得到了大妃差, 道光二十四年,已生有三位皇女的同贵妃,突然被道光帝建为同贵人,事情的起因,是有人举报玄伏宫太监里得喜的房间里,有许多物品,都像是皇帝赏赐之物,总管内务府大臣,将这些物品称为道光帝看,果真都是御赐同贵妃的原物, 在清宫,赏赐给后妃的所有物品,只有使用权,没有所有权,气不打移出来的道光帝勃然大怒,当即下旨将同贵妃建为同贵人,并将侧宝及贵妃服饰交出,同贵妃受证厚恩多年,不想如此丧良,不知自重。 李得喜何等下见不堪之物,乃如此侠比亲信,实属大富贞恩,有殿贵妃之位。 同贵妃,让年于花甲,省吃俭用的道光帝寄愤怒,失望和伤心,不过,将位之后的同贵妃,也没有完全淡出道光帝的视线, 道光帝去圆明园时,还会带着同贵人和他们的小女儿,依然不舍抛下他们,直到道光帝驾崩,同贵人也没能复位。